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回房休息,却突然接到通知 让他们到大宴会场集合 完景当场就吓晕了 此次集合能看出,学员也明显变少 姐个个疲惫不堪 肉妹与阿迪见到阿珍 忙着她与四公进行试解 是不是赢了 阿珍气馁的说,不,输得一败土地 这是唐岛引走的台前 对学员说道,把你们叫来 是向你们通报一下民间的课题 课题的内容是,为远约度假村的客人们 提供所乡镇的早餐新品 希望你们能做出令客人愉悦 新鲜而又充满精细的一份菜品 主食材为鸡蛋 日料,中期餐,军口 但要以自助餐的形式提供为基础 明早六点进行审查 方便大家试作 从现在到明早厨房可自由使用 当然回房间补棉也可以 这连休息都不让了 谁还敢回去睡觉啊 阿迪就觉得明天的课题很有意思 并迎宴用意大利招牌鸡蛋料理 打败阿珍 阿珍看到李奈主动上街搭讪 话说我入学考试的题目也是鸡蛋 真令人怀念呐 李奈气得火冒三丈 不要随随便便和我搭话 另外给你一句忠告 若不想被审查员耻笑 就不用拿出和内侍一样的下等料理来 厨房中学员们个个愁容满面 这块铁实在太折磨人了 如果对他的料理不够自信 连趁早完工睡觉的心思都没有了 学霸李奈就不同了 他已试作完毕 与秘书小飞打个招呼就回去休息了 他准备明天一定要做出 与远之名乡称的料理 彻底否定阿珍 阿珍对高级酒店的早餐支支甚少 能想到的日料只有鸡蛋卷 西餐也只有奶油炒蛋 他两种各做了一份 一边品尝一边称赞自己的手艺 宇哥我也是醉了 吃完阿珍开始思考 料理光是好吃是不够的 还需要与高级酒店相称才行 并且在其中加入充满惊喜的创意 想到这儿 他睁开双眼 似乎想到了什么 与此同时 阿弟已经完成了自己满意的早餐试作 惠子抓狂的看着摆在桌上的食材 不知从何下手 直到想起阿珍及唐岛银的建议 才慢慢尽下心来仔细思考 他想到早上有些人吃不下很多东西 应该做小分量的料理 于是他也有了主意 可怜的丸景已因体力不支 一头栽进了鸡蛋叶中 终于阿珍有了大体的思路 刚要试作 发现一红眼妹子正望着自己 好像能做出来很好吃的菜呢 真令人期待 说完妹子优雅转身 却撞到了同是红眼睛的跟包男生 红眼妹立即训斥男生 视力在我的侧后方 会有很气派的感觉 还有那个康乐球呢 这也是体现我气派的好佐料 阿珍有点搞不懂 只觉得两人怪怪的 来到走廊 红眼妹不屑的说 他就是阿珍 声明之下让我感觉有点辜负期望呢 既然打算做那种破料理 次日一早 阿珍发现 自觉与惠子都被分到了A会场 惠子正紧张的吞着人字减压 远处是阿蒂 好像在跟他大声说着什么 可他根本听不清 阿珍走回自己的操作台 发现李奈就在捧桌 朝他热情的打招呼 看你做菜还是第一次 李奈傲求的说 是啊 那就请你好好体会一下我们的实际差距吧 阿珍却没听出这是讽刺 还鼓励他也要加油 李奈问阿珍 是不是要做蛋奶酥之类的料理 是 我准备做煎蛋卷 把蛋白打的高状起泡 然后去煎 就能得到一般煎蛋卷无法制作的口感 这就是煎蛋奶酥 发现意料之外的口感 也是料理的惊喜之一 此时唐导人出现在屏幕前 进行课题合格的条件说明 说话间 一群人也涌进了会场 原来参加此次评室的评审员 是与远远度假村合作的食材生产方 以及其家属 还有烹饪部门及服务部门的员工 而合格的标准有二 同时得到生产专家 及现场服务专家双方认可的创意 以及从现在起两小时内 供应出200份以上的早餐 符合以上两点者才算合格 阿迪恍然大悟 如何面对男女老幼不同的客户层 就是在重现酒店早餐环境 是极其进行现场时针的课题 阿迪制作的早餐是一式烘蛋 女服务员认为 这作为早餐有点平庸 听吧 阿迪让他们把这道菜当作沙拉来品尝 她把一式烘蛋切成大块与蔬菜混合 再浇上黑醋及帕马森干烙沫 女服务员们尝了一口 脸上立即泛起了笑容 软软的蛋与脆脆蔬菜的口感 连同清爽的酱汁在口中混合 这些的沙拉还是头一次吃 惠子怯怯的请三位黑社会一样的大叔们 品尝自己的一口炼关东毒 鸡蛋老板尝了一口 赞叹道 真是令人舒心的味道 每嚼一下就会有温热的汤汁缓缓溢出 豆老板称赞 配合安装的大小切配的蔬菜色彩也很丰富 不苟严香的奶酪老板 死死盯住惠子 求他嫁到自己家当孙媳妇 一会场 唐岛言的助手厨师 饶有兴趣的盯着肉魅的 煎蛋肉饼盖焦饭 肉魅紧张极了 对方尝了一口 改说了评价 这道菜按道理应该放肉汁酱 但这沙拉调味酱 有着白葡萄酒槽清爽的酸味 衬托出蛋黄的松软与肉的多汁 使作品的力量感喷涌而出 完成度太高了 肉魅如是重负 突然红眼眉的肉魅身后问道 你是不是以前老跟在李奈后面那个人 怎么现在被李奈抛弃了 红眼眉间肉魅又发飙 赶紧逃活了自己的地盘 肉魅这才注意到红眼眉的料理 煮鸡蛋加上蛋壳还没有包的蛋 还有剥开的生鸡蛋 这是什么 此时李奈偷作台前 以为了很多人 大家全面的发出黄金光泽的 斑尼迪克蛋深深吸引了 服务部主管走上前说道 在马芬蛋糕上放水剥蛋 培根再浇上富有酸味的荷兰酱 虽然这道菜在美国算是正统的早餐菜品 却算不上心菜 说完他用叉子尝了一口 立即瞪大了双眼 水剥蛋完美到 简直要让舌头融化的半熟度 荷兰酱优雅的酸味 烤得酥脆的培根 与微甜的马芬蛋糕 浑然一些滋味 包裹了他的舌头 不仅如此 他还发现了 闪耀着黄金光泽的粉末乌鱼子 李奈把乌鱼子的粉末 撒在马芬蛋糕上 原来鱼卵也是蛋 乌鱼子高雅的咸味 与鸡蛋黄混合 造就了这深邃的味道 绝对可称得上是女王级 让人忍不住俯首称臣的美味 一会儿功夫 李奈的两百份便轻松达成 阿迪也快完成了 惠在这边完成了一半 再一看阿珍 居然连十份都没达成 阿珍的第一次大危机降临了 他能成功脱困 通过这次考验吗 我是宇哥 今天继续介绍搞笑美食动画 十几只灵芝变身 阿珍发现自己辛苦做好的蛋乃酥 几乎没见少 并且已经软塌下来 这才就是到自主餐的含义 是无论什么时候 选择何种料理完全取决于客人自身 蛋乃酥的美味之处 说到底在于接锅即食 放这久了 根本体现不出他的魅力 所以就算做再多 客人没有及时取走 也是无济于事 而此时临着的李奈 已轻松达成了二百份早餐 李奈对阿珍也遇到 看来你终于理解了 对于自主餐而言 能持久显现出色面与美味才最为重要 换句话说 你选择了这个课题最忌惑的料理 时间截止前 就请好好欣赏我的真修吧 宇哥我感觉这妹子真的好可恶 再看议会上 肉麦结他的直锤猪躁 因为他的早餐停留在一百五十份 便不再增加了 红眼麦的地袍却围满了人 并且只要有一个客人过来造一生事 并会迅速围上一群人 一个女服务生在众人的观望中 率先拿起鸡蛋拼盘中 看似生鸡蛋的料理 尝了一口惊叹道 这不是生鸡蛋 白色部分是西式后的海水洞 黄色部分则是鲑鱼卵 听吧 男服务生拿起了看似煮鸡蛋的料理 原来白色部分是白芦笋的奶油洞 黄色部分是以鸡蛋为底料的荷兰酱 他尝了一口 赞叹浓厚的鸡蛋香味 与芦笋淡淡的苦味相结合 达到了一种绝妙的平衡 而那个没有包壳的鸡蛋又是什么呢 红眼妹将一根吸管轻松刺进蛋壳 接受道 这是奶吸 是我向抽真空的蛋壳里 注入鸡蛋 牛奶和焦糖混制而成的饮料 女服务生吸了一口 仿佛整个人都置身于绿草如荫的牧场 身心舒畅 女服务生评价道 这是一份经验无声的早餐 在这餐盘之上浓缩着大海 森林大地的美味 文言扩人都嚷着也要一份 看这架势 达成300份也是绰绰有余 回到A会场 阿弟与会者的200份已经达成 阿珍的情况并无好转 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寻找解决方法 老爹曾告诫他 如果在厨房慌乱失措 首先要梳理当下的状况 把要做的事一个个想好 然后再试着采取行动 此刻离考核结束 还有30多分钟 他首先要招揽到顾客 烙好一面蛋皮 需要不到一分钟 烘烤需要一分半 然后是炉灶的数量 食材的处理 他认为勉强能够成功 阿珍向一个小女孩打起了招呼 小妹妹 我现在就对这个鸡蛋施散魔法了 说着他把蛋饼向上抛去 软和过的蛋饼 竟然像蛤蜊一样合了起来 接着他迅速在上面撒出水果 女孩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迫不及待跑来品尝 好好吃 犹如轻飘飘的泡沫 破散了一般 一下子就不见了 他的话引来了两个女服务生 两人偿户做出了评价 明明是蛋包水果的味道 口感却像水果馅料 且外侧明明烘烤过了 里面却像泡沫一样柔软 弹性十足 而后又来了三人驻足 并吸引了更多客人 此刻阿珍还有100分为达成 他需要在剩下的30分钟 全部完成才可以 这时红眼门已经超过完成任务 离开了会场 肉媒不敢相信 他竟然完成了380分 A会场内 阿珍让所有炉灶一起上阵 左右开工 速度之快令人左说 他边思考 边将蛋白与蛋黄分离 然后打发蛋白 在蛋黄中放入奶油 再用胡椒和盐条味 烘烤好蛋皮 他将蛋皮一个个抛进半空 将其装盘 客人们看他目不转睛 窗目结束 精彩绝对的表演 甚至把理内的客人也抢走了 唐导银看到这一幕 对助手说 有个词叫live cooking 这种现场烹饪 能让人对味道更加期待 将食材变成料理的同时 还能鼓励自己 就像在给大家表演一场 精彩的料理秀一样 阿珍凭借自己的本领 和烹饪的魅力 紧紧抓住客人的心 成功扭转了局势 B会场 梁子 阿俊 尤其与完经等人 也相继达成了200分的任务 此时 离结束时间还有最后五分钟 惠泽与阿弟简直的注视他 最后三秒 阿珍终于有惊无险完成了任务 他如是重负的解下头盗 尝出了一口气 考核结束 唐导银对表现突出的学生做了点评 这次的课题 首先需要的是想象状况的能力 以及随时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 阿珍用自己临场应对能力 漂亮解决了自己 给自己选择料理时出的难题 另一方面 李那是唯一突破400分大关的学生 还有那个用光所有食材 做出380分的学生 红眼妹来到阿珍面前 郑重其事介绍着自己 原来她是李那的堂姐妹 旧爱丽丝 五岁前与李那一起生活 之后她随父亲回到了北欧 以丹麦为根据地 成为了一间国际研究组 在内里以分子美食学为基础 研究最新的料理技术 还包括嗅觉与味觉构造的探究 和大脑生理学的美食综合研究机构 总之她现在回到日本 就是为打败李那 站在远约的顶点 阿珍取消阿珍 刚才只是勉强合格 阿珍憨憨的说 没错 刚才真是急死我了 不过失败乃成功之母 爱丽丝有些失望 傲递地说 我非常期待打败你和李那的那一刻 说完便带着根包离开了 惠子和阿蒂朝阿珍跑来 刚才真是把他俩担心坏了 就在这时 大喇叭里传来了唐岛音的声音 下一次考核在四小时后 在这之前是休息时间 学生们表示很无语 却不再惊讶 仿佛合宿不琢磨人才是不正常 又开始勾搭在厨房忙活起来 四小时后 大家穿好制服来到大厅激活 唐岛音走上台书道 目前为止共有352名学生落榜 其余人数为628人 虽然看起来残酷 但这次研修 不过是厨师界的一个缩影 在未知的情况下保持冷静 正常与食材交流 当上主持后压力会更大 必须要熬过那些不安难难的夜晚 对应各种突发状况继续战斗 作为料理人生存下去 但我希望你们记住 远越有着和你一起奋在的战友 这一点会激励已经独身启程的你 接下来进入本次合作的最后环节 说吧 印灰大街的门突然打开了 服务员们分立两策 原来这最后的环节 是让通过考核的学生 品尝毕业生们制作的丰盛美食 学生们简直不敢相信 尽情享受的美味真修 幸福极了 此时此刻 阿珍觉得这所料理学校 原比他料想的要有趣的多 我是以哥 今天继续介绍搞笑美食动画 十几之灵之 被称为羞辱的男人 清晨大家背起书包 准备离开远越度假村 值得庆幸的是 吉星聊的所有学生 都通过了这次合宿考验 阿珍叫住行色聪聪的四公主主 问她是否要回法国 是啊 总不能让店门一直关着 而且我也有了新目标 我要将我的餐厅打造成巴黎第一名店 并且获得三行评价 只有一枚勋章 也无法满足我了 惠子激动的说 真厉害 在法国的日本厨师 还没能得到三行评价呢 这时日向泽一行人走了过来 水云问阿珍 是否对法国料理感兴趣 官首日向泽 及梧桐主厨 也纷纷见惠子投来了橄榄枝 希望他毕业后 能来自己的店工作 得知这次合宿 会成为学生毕业之后的应聘参考 学生们感到惊讶不已 唐岛音的助手 邀请阿珍毕业后来度假村工作 阿珍诚可的说 很感谢您的邀请 但我还有自己的小餐馆需要打理 以往都是我和老爸两人在经营 虽然现在不知他身在何方 但总有一天我要让他认可我 看着阿珍提出书包远去的背影 唐岛音不禁挣住了 因为这背影 太像一个他熟悉的人了 上车前 阿珍某然想起 自己的毛巾落在客房了 告别惠子撒压的往回跑 李奈似乎也有什么东西要去 向小飞交代一下边下了车 可当阿珍拿上毛巾跑上大巴 才发现自己上错了车 刚想下车 鸡蛋 四季豆 及奶酪供应商就认出了他 纷纷拜托他以后多多照顾自己生意 对阿珍逃下车 停车场中的巴士 已全部没了棕影 此时 李奈也取完东西回到停车场 见到阿珍也吃了一惊 随后工作员为李奈 准备的车开了过来 善良的工作员 让阿珍也一起上了车 李奈一路上有意望向窗外 避开阿珍 阿珍却上赶着与李奈搭会 李奈一脸嫌疑的说 你就继续留在底层乱蹦就好 反正你也进不了选拔的人选之中 李奈所说的是远越传统的秋季选拔 即被选中的高于学生大显身手 互相竞争的美食祭奠 被选中的学生 汇在学院的理事 投资者 这些汇聚一堂的美食街太多面前 第一次对外展示自己的台能 而且这个选拔已然开始了 在合诉时 选拔委员已经开始不动声色的 开始了选拔工作 所以合诉的目的不仅是优胜略态 也是为弄清哪些人是可造制裁 李奈跑回酒店 是为取走一个秘密的小本子 里边夹着一张 他小蛇与一位厨师的合影 与哥哥咋觉得 那位厨师有些眼熟呢 宿管大婶听到有人敲门 打开门感到很意外 傍晚时分 阿珍等人结伴回到几心聊 大婶说又请大家吃大餐 大家兴奋不已 以为大婶为他们亲自下厨 大婶却说不是他做 说着他把大家带到的厨房 只见阿珍的老爹 正系着围郡在造钱忙活 半傻阿珍才反应过来 阿爹是在吉星的厨房做饭 原来阿珍的老爹 是远越及吉星聊的夜生 也是远越时节曾经的第二席 程一郎 啥阿珍震惊不已 接着轮到其他人震惊了 谁也没想到 阿珍竟然是时节第二席的儿子 一色向程一郎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您当真是世界上所有闽店中 大显身世的流浪料理人 然后突然有见到料理节第一线消失的传奇人物 我是一色 现在是远越时节第七席 见到您非常荣幸 程一郎答道 现在我行信平 见我程一郎就行 阿珍不知道自己老爹如此有名 虽然他偶尔接到过国外的来店 也见过老爹与外国人的合影 但他压根没有仔细琢磨过这事 不一会儿程一郎就做好了一桌的料理 女生们尝后 瞬间感觉自己到了阿拉伯 称赞料理超级好吃 男生们也端起同位见过的料理不停请教 不光是女生们 仿佛男生们也被他深深迷住了 每一道料理都超级好吃 只有那道放在桌子一顿的暗黑蛇料理 那是程一郎专门做给儿子阿珍品尝的 他试着将上个月吃过的蛇料理再现 带着蛇皮一起切块 这眼里的恶趣味到是一毛一样 坐在一旁的大婶突然说道 不好吃就放一边吧 过去被称为修罗的男人 能做出很多亲戚的料理 银总有一天也能吃到吧 银 阿珍首先想到的便是唐岛银 说着大婶拿出了程一郎 与唐岛银高二十的合影 原来两人曾经兜住的急性聊 唐岛银是石阶第一席 程一郎是第二席 以他们两人为中心的时候 急性迎来了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 他们在石阶中屡战屡胜 争夺土地 扩大领地范围 并对厨房设备进行升级改造 确保食材运输线 每项食材都靠自己供应 将急性打造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国 如今大家耕着的那片田园 发酵场和鸡卷 也都是那时靠唐岛银和程一郎得到的 只可惜程一郎因为某些原因 并没有从远约毕业 吃过晚饭 阿珍与老爸了解了急性 老爸说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大家可以为所欲为的 钻研自己的料理 阿珍请老爸到303自己的寝室休息 程一郎却说 自己曾经就住在303 地板正中央 还有一块锅掉落的胶痕 之后程一郎下大婶 邀介了一间空房 阿珍独自回到了303寝室 他轻浮了地板上的胶痕 想象了老爸年轻时 一座窗前的模样 看来自己的老爸的了解 真的太少了 清晨 程一郎用喇叭将阿珍叫醒 让他带着菜刀来厨房 为验证阿珍这段时间 厨医是否见着 程一郎提议 与阿珍来场久违的料理决斗 阿珍吃尽的睁大了双眼 我是一哥 今天继续介绍搞笑美食动画 十几之灵之 行走湾里的料理人 清晨 程一郎向儿子阿珍发起了料理挑战 阿珍没有退缩 解开毛巾 拿起菜刀准备迎战 程一郎请宿管大婶做料理评审 一色兴奋的说 这下有的看了 一色不知活时进了厨房 把大婶吓了一跳 大婶遗憾的说 不过你只能从旁观战 因为评审必须是技术才行 正说着顶着两个大黑眼圈的 惠子来到了厨房 原来惠子也想到 合作的事失眠了 大婶和一色就觉得 他来的正是时候 因为这样就符合 技术评委的条件了 大婶想了想说道 我已上了年纪 一大早受不了口味太重的东西 你们就注意到 一大早就让人拿出干净的料理 给我们吃吧 厨房中的食材可以随意使用 限制时间为一小时 说完 父子俩便进入了战备状态 阿珍思考了大婶的料理诉求 口味清淡 易消化 营养丰富 他突然想到了要做什么 此刻惠子才清醒过来 他紧张地跑到阿珍面前 阿珍你父亲是元时节第二席 你根本毫无胜算 阿珍就说 是的 不过这在我家已是司空见惯了 第一次挑战 大概是在我小学六年级 惠子问道 难道说你有赢过 这时候程一郎搭了枪 没有 他大概已经五百年败了 阿珍立即反驳道 胡说是四百八十九败 父亲笑道 你这不记得挺老的吗 宇哥我也被这都提趴负责逗乐了 昨天程一郎拜托大婶做他们有点对决的评审 大婶笑他不要对阿珍放水 程一郎十分严肃的说 这点不必担心 我从没在与他对决中放过水 惠子对阿珍的心理素质轻拍不已 一色恍然大悟 终于明白阿珍面对强劫却不惧挑战的原因了 原来人家的起点就这么高啊 此时阿珍也率先玩弹了料理 苹果惠饭 他在惠饭中放了水果 不见让人眼前一亮 惠饭还散发着酸甜而又清爽的香味 这香味倾刻就唤醒了食客们的胃口 让人食欲大宗 大婶三人迫不及待试吃起来 苹果清脆的口感带着淡淡的甘甜 熟烂富有粘稠感的洋葱 点缀烤的酥脆的培根 让惠子觉得自己像躺在三菱中的睡美人 突然被苹果王子温热的亲吻一般 瞬间苏醒 阿珍提醒大家还可以根据喜好 用黑胡椒进行调味 听吧三人纷纷调入黑胡椒 发现撒住的黑胡椒点缀在白色烩饭上 产生了味觉和视觉的强烈对比 好像黑与白的华尔兹 不仅如此 这道料理还能涉及到足够的维他命 纸质和碳水 米饭也真的松软蓬松 易于消化 简直完美贴好了大婶的料理题目 伊索提出了疑问 米饭和洋葱都进入了洋葱的味道 按理说煮了那么久 苹果应该早就软烂了 但胃后依旧保持了苹果清洁的口感呢 那是因为我用了苹果汁 我在炒后的米饭与洋葱混煮时 将果汁一点点边加热边炖煮 之后将切好的苹果块稍微加热一下出锅 大家吃了一惊 没想到这便积整道料理的苹果风味 竟然是由苹果汁完成的 而且面对当场集团的主题 阿珍竟给出了如此贴贴的答复 苹果大婶不禁得阿珍刮目相看 那可不正所谓虎夫无犬子呀 此时程一郎的料理也完成了 他的料理也仿佛散发着 能够轻而易决碾牙阿珍 这份满分料理的气息 大婶悠悠的说 程一郎从学生时代开始 就以出其不意的料理闻名 然而程一郎为他家承受的料理 却是看似老头的特质浓味拉面 大青岛吃拉面 大婶不满的站了起来 你出其不意也要有限度 从前你就是这样 把第一次逝对的那些暗黑料理 蹲设十几赛场 所以才总是败给那些小老罗 等一等 惠则教导 这个汤虽然看着浓厚 我们还是先尝尝看吧 说吧 三人纷纷蹲起拉面 适尝起来 明明是浓厚的汤底 却仍然不由得小冬筷子 确切的说事根本停不下来 原来这汤底 是由豆浆和焦味仓混合成 还加入了味道浓醇 细致富有粘腺的虾鱼 如此以来 就会生出奶油的浓稠感 一碗拉面下肚 惠子在蹲舌 感觉身体一下子变暖了 依瑟告诉他 内饰因为腊油 生姜沫和蒜沫的功效 三爪刺激的味道 恰好被豆浆的浓醇中和了 大婶称赞配擦也做得很细致 把宝尔片和牛蒙炸至金黄 胡萝卜和无菜用炭火烧至微焦 为引出食材本身的甜味 而又严严调味 就像法国料理的搭配一样 每样食材都得适当的调理 让味道更深一层 话多点睛还是豆吃 程云朗解释道 口感很像肉类 所以深受素食主义 健康野食主义 及不吃肉和乳制品人士的欢迎 这次试着用酱油和料酒照烧了一下 所以这份看似浓厚的汤底 其实是用海带和香菇熬出来的素汤 它在海外曾碰到过 不得不禁婚好几座的和尚 经过失败的料理后 终于将这份拉面蹲上了餐桌 大婶不敢相信 这等美味的高汤 居然没用一点鱼和肉 用动物脂肪 很容易就能做出醇厚的味道 但不用鱼或肉做它的浓味拉面 才更有趣不是吗 听到程云朗的回答 大家不由感叹 能做出如此让食杠满足的料理 想必眼前这个 踏遍全球各个角落的男人 早已将自己的人生 都浓缩在了料理之中 不一会 三人便将拉面吃得一干二净 满脸幸福 大婶让伊瑟和惠子 将觉得更好的盘子向前推 没想到他们三人 一着选择了拉面 伊瑟诚恳地对阿珍说 你的料理十分美味 但对于一大早 干完浓活的我来说 会想吃一些 更有满足感的食物 而你父亲的料理 正好满足了我 阿珍明白了 自己的料理 只是勉强达到了他们的需求 老爸的料理 则给了他们 最大限度的满足 程云朗认真地说 阿珍住得远跃就离不了胜负 但在下次输给我之前 别输给任何人 还有这是你第四百九失败了吧 阿珍气得咬牙切齿 父子俩分别拿小宝宝 开始揭露这次的战绩 阿珍发誓 一定要看到连老爸都没有见过的 最顶端的风景 看看自己究竟能眺望多远 并鼓励惠子 跟他一起朝十节前进 程云朗与大婶道别 大婶一跃道破玄机 刚才的胜负 其实是你为秋季 选拔给阿珍鼓励吧 程云朗却嘴硬说 自己只是单纯想看看 儿子久违的败账脸 而后与大婶道别离开了吉星 李奈在车上 猛人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急忙让司机停车 然而下车后 那个身影已消失了 幽阶与梁子 得知程云朗刚刚与阿珍进行过料理对决 没错过精彩一战遗憾至极 大婶转告阿珍 老爸让他有空回去 给小餐馆通通风 大家好 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 必是精品 我是宇哥 今天继续介绍搞笑美食动画 十几支灵支 肉魅的炸鸡块 自从阿珍去远远学习料理 心平小馆就停业了 女生苍赖每每路过小馆 都会不由自主想起阿珍 想起他坐在暗黑料理 心直口快的小金 知道他又在想阿珍了 劝他干脆向阿珍表白算了 正说着 小餐馆的卷梁门突然拉开了 阿珍探出了头 把他们吓了一跳 苍赖更是惊得窗目结说 这时邻居们也围了上来 吵着让阿珍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阿珍记好伪俊 爽了的宣布 信平小馆现实开张 很快 阿珍就陆续为客人们 端上了可口的饭菜 苍赖从幼儿园起就与阿珍在一起 却没怎么说过话 他觉得自己也太过普通 而阿珍处也了得 而且自从去了远越 好像愈加成熟与自信了 脸的差距也随之越来越大 送走一批客人 阿珍才意识到商店街变得冷清了 而店内的客人 居然有好几位都是商店街店铺的老板 便耽误老板小腹 情绪低落地说出了原因 一个月前 车站那边的商业设施改建后开张了 站内空间入住了服装店 书店之类的各式商店 其中最受欢迎的 就属炸鸡块店了 这家店的炸鸡块很美味 而且还上过电视 把客流都演向了站内空间 以至上班族和学生们都不来商店街了 老板们一个个垂头丧气 觉得商店街可能要迎来尽头 准备关门大喜了 阿珍鼓励大家别灰心 既然对方的主打产品是炸鸡块 只有商店街制造出 能与这抗航的新炸鸡块 就能将失去的客户再次吸引过来 小腹觉得他在千方夜谭 因为不管是资金还是极客力 商店街与站内空间 都有点巨大差距 对手实在太过强悍了 但阿珍信心满满地说 客人们都是贪得无厌的 如果东西真的好吃 他们一定会询问上门的 就让我们用新的炸鸡块 把客人们夺回来 让商店街重换生机 这份话令远高都备受鼓舞 更别提那些深陷其中的老板们了 阿珍发誓要利用联修 做出一份最极致的炸鸡块出来 苍赖对阿珍崇拜至极 很想为其出一份力 却不敢开口 小亲看出的心思 直接了当引荐苍赖当市支援 将官密也推了出去 打言后 阿珍认真思考到炸鸡块的事 突然想起了肉类专家肉妹 此时肉妹正躺的沙发上 幽黛地享受着炎修 接到安恋对象的来电很意外 她嘴上说自己很忙 心里却美极了 次日肉妹一副拉风的造型 出现在信平小管 着实把苍赖吓了一跳 阿珍给两人简单做个介绍 便三人同行前往炸鸡店探查敌情 苍赖看到肉妹这滑辣的身材 更自卑了 而对阿珍抱有好感的肉妹 也在不停打量苍赖 听说她与阿珍青梅竹马后 心情有些不爽 不多时 三人便来到了百蛇鸟屋炸鸡店 这里的生意异常火爆 仍然说关西也有一家连锁店 而且超有名气 阿珍仔细观察 发现客人多半是主妇 而且产品包装特别精美 深受女性欢迎 猛人间 阿珍在队伍中 发现一张熟面孔 小妇 原来她也是来探查敌情的 月哥我也是醉了 谁大了天戴礼帽穿风衣啊 真是智商感人 这时百蛇鸟屋老板娘也认出了小妇 别鬼鬼祟祟的了 商店街会长大人 说完她大方的这炸鸡块 递给阿珍等人试吃 阿珍和肉妹过长了一口 真的非常好吃 酥脆的外皮 裹着嫩滑的鸡肉 和美味的油汁 不停在口中扩散 老板娘独一的说 我们用的是专门用药草喂成的浸浆土鸡 然后加入蜜唇酱汁 苹果泥等十几种佐料 与鸡肉一同揉至入味 然后炸至酥脆 撑得上市场最强的炸鸡块 阿珍问道 说这么多就不怕透露商业机密吗 老板娘自信满满 没事 反正说了你们也做不出来 说完她开始没完没了 机缝接小妇的怒上来 阿珍反驳道 如果我们能做出比你们店更好吃的炸鸡块 你们店是不是就要颜面扫地了 老板娘也遇到 你这种只是到嘴上惩的小鬼能干什么 竞争力和独立性都谈不上的小破商店街 废切也是理所当然的 苍賴吓得直打咄嗦 阿珍和肉脉却完全不受影响 准备先用与对手差不多的做法 试做炸鸡块 阿珍切好鸡块 放入苹果泥 大蒜豆与对手差不多的佐料进行浸泡 因为是试做马上就炸 所以不如对手烟泡十几小时那么入味 随后阿珍将鸡肉裹成淀粉多面衣 拍掉多余的淀粉 放入温度正好的油锅进行试炸 不一会儿 一号作品便完成了 品尝后 阿珍觉得味道冲击力还是比不过对手 可不 毕竟对手那种上者的酱汁 大蒜加上十几种香料集合在一起 使味道更富层次感 而且想必也是经过多少年的改联后才做到的 肉妹觉得不必非要用鸡肉与这抗衡 可以选用牛肉 猪肉 并说自己可以提供A5牛肉 但就算他以批发价提供给阿珍 成本也高得令人接受不了 神秘顾问打电话给百蛇鸟屋老板娘 让他不用轻敌 发现情况不对立即上报 老板娘却不以为然 觉得他的店攻占整个城市 也只是时间问题 阿珍这边在调味及面衣方面 又改良了多次 却始终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出现 肉妹发现即便是休息日 仍有很多学生经过圣殿街 阿珍告诉他 那是社团活动结束的初中生 其实这里的学生还是蛮多的 说着阿珍突然想起了苍賴提到过的 又符合圣殿街风格的建议 于是兴奋地说 其实我们没必要完全模仿对方 就算是同一种东西 只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就好 咦 那个给百蛇鸟屋老板娘打电话的顾问 为何与李奈和伊瑟在一起 莫非他也是远约的学生吗 我是以哥 今天继续介绍搞笑美食动画 十几之灵之炸鸡块 阿珍为炸鸡块最美味的吃法 是刚炸好就吃 而百蛇鸟屋受站在空间所限 不允许客人们狼昏虎咽的大吃鸡块 所以才制作了精美的外带纸盒 然而他们所在的商店街 却没有这种限制 恰恰是以边走边吃为卖点 吸引客人的场所 而且这里从小学到大学兼备 学生众多 肉媒叫道 对我们不会受到忠实的限制 并可活用这里的地理优势 正是如此 阿珍说道 所以我们产品的关键词应是 边走边吃的炸鸡块 听吧 小父亲打了鸡血一般 奔出信平小管 让这有集合的力量打败百蛇鸟屋 阿珍用牛奶和玉牙签 大致做出可当场品尝炸鸡块的包装盒 口味享用中小学生喜爱的咖喱 和芝士两种口味 苍赖觉得两种口味都很不错 不过总感觉对视的炸鸡块 更能带来满足感 肉媒觉得这样调味也只是表面功夫 并不能激活素材本身的优点 经过一封改良 苍赖觉得现在的炸鸡块 要比之前买味多只许多 这都是肉媒的功劳 她提议把低卡路里的鸡胸肉 换成可以凸显刚出油锅 买味多只的鸡腿肉 说这样绝对能够刺激学生们的食欲 阿珍称赖肉媒 不愧是肉类大师 接下来阿珍与肉媒决定从净汁上下功夫 肉媒体先用酱油和辣椒粉做底料 之后再试食玉米粉 发现配料不够 苍赖自高奋勇出门采购 受他们的影响 苍赖也干劲十足 换作与哥我估计也是 因为从最终的毫无进展 到现在逐渐对自己的绝妙故事 足以让人心情悸动 跃跃欲试 此时味道方面也渐进有雏形 剩下的就是怎么让顾客吃下去了 突然小傅风风火火从后门跑进来 称自己已完全成了贴合 边走边车这一理念的料理 炸鸡块饭团 肉媒和苍来说 这种饭团早就有了 而且很普通 小傅难为情的说 还以为这能行 炸鸡块和米饭是最强组合 他的话提示了阿珍 耳目一新和冲击感 容易携带 在这基础上 还有提升味道 想到这 他兴奋的叫道 就是他了 一定能行 正是十星街的明天傍晚 而后大家分头行动 小傅连夜摆脱印刷厂印刷 肉媒吩咐自家工厂 明早提供鸡腿肉和新鲜蔬菜 苍来连夜设计包装 此时进入黄昏 原本跟着摆蛇鸟屋营业的高峰时段 却没什么客人光顾 个别路过的年轻人手里 还捧着好像炸鸡块一样的小吃 老板娘自我安慰又淡定 因为她始终觉得 自己店铺的炸鸡块 是无人能挤的 但一连两天 店铺的营业额连续降了20个百分点 而街上捧着炸鸡块的行人越来越多 这两台再也无法淡定了 这时有客人寻找商店街的紧急炸鸡块 老板娘这才意识到 是阿珍等人抢了他的生意 当界决定前往商店街看个究竟 刚到商店街 便被演技的场面经的瞠目结束 明明三天前还门口落去 此刻却是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 而购买炸鸡块的客人 已经将便当无为的水泄不通 工作人员也是有条不紊 分工明确 他们将大块鸡腿肉 放入以酱油和辣椒粉为核心的 独创酱汁中 腌制一整个白天 然后裹好免疫放入油锅中炸制 再暂时捞起 室内部也慢慢热透 然后再次炸制室外皮酥脆 再用蜗菊叶等多种香菜 以及特制的薄饼一起包裹 淋上加入鱼肉的特制番茄辣酱 及黑胡椒调味 最后将炸鸡肉卷 烙上商标递给客人 客人趁热在滋滋作响的炸鸡肉卷上咬一口 发现鸡肉弹性十足 炸的酥脆的部分 和被酱汁浸软的部分相辅相成 肉汁 黑胡椒 以及蔬菜百味交融 得到客人们的一致好评 阿珍茂然发现了躲在人群后 百蛇鸟屋的老板娘 连忙走出便当屋 当老板娘夺知 紧记炸鸡卷的全部准备工作 只用三天后 简直难以置信 小小炸鸡肉卷的成功热脉 带断商店街其他商货的复苏 整个商店街在阿珍的帮助下复活了 老板娘这次知道 自己小看了阿珍 感情这个小鬼 是个不得了的谋士 瞬间就布下了 对百蛇鸟屋的包围之阵 但他不服 扬言炸鸡肉卷 早晚会被他的百蛇鸟 窝打得片甲不留 听吧 阿珍将一份炸鸡肉卷递给他 请他品尝 老板娘尝了一口 发现这薄饼类似越南煎饼 是用米粉制作而成的 越南煎饼是将米粉和水 以及椰浆等制成的薄饼 烧加烤制 然后加入猪肉 虾 豆芽等作为配菜的料理 他顿时明白了 这个炸鸡块的理念 是热乎乎的白米饭 和鲜嫩多汁的炸鸡块 将这两个餐桌上的黄金 组成进行重组 附上方便编造编织的包装袋 和美味 甚至各线的外表 这个炸鸡肉卷 唤醒了整条商店街的气氛 这些远比赚钱 利润更为耀眼 因为这是有羌生的味道 老板娘甘拜下风 打烊后 阿珍乘在肉脉的酱汁帮了大忙 今后有机会希望能多想的请教 人后转头拜托苍莱 去便当店帮小妇 苍莱担心自己做不来 连连白手 阿珍鼓励道 我一直觉得你有责任心 初中时 你经常为了班尾的工作 努力到很晚 小学也是 焦花的工作从没缺席 所以我觉得托付给你会很安心 一直以来 苍莱都觉得阿珍遥不可及 没想到他却一直在关注自己 不禁深受鼓舞 当界答应去便当店帮忙 之后 紧记炸鸡肉卷还上了节目 得到小鸡姐的满满赞誉 神秘顾问瑞珍得知 炸鸡肉卷 使百蛇鸟 消责鹅连续三日拒检 直接将阿珍请到了远月办公室 欲将他招入麾下 阿珍去坦言 自己的目标是继承老家的小餐馆 瑞珍对此不屑一顾 也于他目光短浅 人穷至短 标榜自己是领导所有厨师之人 和阿珍的眼界完全不同 最后他通知阿珍 你已被选择参加秋季选拔 但别高兴的太早 因为在这场选拔里 你爆发护士的胜利时 就要宣告终结了 让我的履历蒙上污点的人 绝不能原谅 诗人称我为炼金术士 远月时节第九季 倒是我会在最紧急的舞台之上 将你彻底击溃 我是宇哥 今天继续介绍搞笑美食动画 十几之灵之被选中的人们 李奈不赞成冲真参加秋季选拔 一座学长觉得 他有些针对冲真 李奈辩解道 我猜没有 反倒是学长你 对于自己同宿式的后背过意优待了 锐身搭了枪 我觉得他创真是个很有趣的小子 是我推荐他参加的 李奈没在读研 此次秋季选拔 共有60名学生入选 他们被分为AB组 首先是AB两组选手 各自在组内进行预选赛 之后各组名字靠前的选手 将获得正式淘汰赛的出场权 届时会有许多料理界的重要嘉宾到访 即使说选拔赛会成为一个展示实力的绝佳舞台 但若拿出的料理犹如学校名誉 也意味着作为料理人的生涯至此结束 李奈恭喜秘书小飞入选 小飞发誓一定会拿出不让李奈蒙羞的成绩 并请他放心 自己一定会好好收拾创真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听到创真的名字 李奈再次郁闷起来 爱丽丝告诉创真 此次选拔李奈不会参加 因为秋季选拔 每年都是由远远时节一手凑半斗 即使说李奈属于运营一方 此时惠子正对的墙壁瑟瑟发抖 因为她也被选中参赛 还真有人对成绩调车尾的惠子入选直指点点 突然一个紫发女孩历声喊道 你们给我闭嘴 听好了 选拔的成员不是单就学习成绩排名决定的 是根据一个料理人的个性以及发展性 从各方面的角度来评判的 只满足于成绩的家伙 一开始就不可能被选中 有个我惊得目瞪口呆 因为女孩抬起脚 第一面竟然凹进一个坑 这美子功夫了得呀 惠子向女孩道谢 女孩介绍自己叫美带子 因听说惠子与宿公主厨进行实际 且打了平手 对惠子肃然起敬 惠子忙解释 那个并非是正式的打成平手 多亏有创真帮忙才没有被淘汰 美带子甚是失望 什么呀 终究还是靠了男生的帮助 算我看错人了 说完不屑的离开了 爱丽丝这边还在高堂过论 现在的时节几乎都有在选拔正式赛中出场的经历 就是说下一季时节也将从我们这些选手中诞生 一位似乎有受虐惊心的偷窥狂 正坐在树叉上用梦远镜观察的李奈 她对总跟在李奈身后的小飞厌恶极了 期待有天自己可以取代小飞的位置 创真回到寝室 想起老爸告解自己的话 再下一次输给我钱 不许输给其他人 不禁热血沸腾 学院放手下的第一天 溜街一路喊着从远处跑来 来看看这个 是秋季选拔事务所送来的 创真导人打开后 发现是比赛题目 咖喱料理 但大家觉得这绝不是简单的咖喱饭那么简单 应该指的是用咖喱制作的料理 创真详解老爸曾告诉自己 吉星辽曾有个叫西建的人 对咖喱非常在行 现在远远当老师 若见到西建 可以试着报上他的名字 一定会得到关照 于是创真带着惠子去研究所找西建 进门后只见一个女孩 正跪在地上研磨香料 女孩个儿不够 像个初中生 创真想请他帮忙转告 程一郎的儿子前来拜访 话音未落 一只拳头便倒了过来 便吼道 我连提都不想提程一郎这个人 这时高中生夜山进了门 看到眼睛的一幕也是不明所以 原来当年的吉星辽西建年纪最小 经常被程一郎当做小白鼠 被迫品尝他的黑暗料理 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创真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西建还像个初中生一样 听吧 西建有些得意的说 那是因为从以前开始 我就一直在吃调味品 大多都有美容功效 之后创真与惠子说明了来意 希望他能传授一些咖喱料理的秘诀 西建却拒绝跟程一郎的家人说话 这是一二三端了的茶水 称自己也是高于雪胜 是心心的助手 惠子很疑惑 因为一般的研究所都是从高二开始 一二三说道 因为那个女人需要我 她除了会摆弄调味品 其他什么事都做不来 西建刚想反驳 就被一二三责备 忘记改贵人的药材浇水云云 西建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突然缩成了一团 越变越小 一二三带创真与惠子 参观了他们栽培的珍贵香料 并介绍了他们的主要工作 听到创真的夸奖 西建竟激动的开始 讲起了有关香料的脚意 一二三说 西建这个状态 一时半会儿恐怕停不下来 不如跟自己去亲身体验 一件香料的奥秘 他把两人带到条里市 做了一道南印度代表菜 浓黄油鸡油咖喱 创真尝了一口瞬间惊艳 最开始是浓郁的咖喱叶香味 刺激鼻腔 辣椒和洋葱的香味紧随其后 在口中蔓延开来 这就是生咖喱叶的威力 一二三解释道 生咖喱叶会释放出 比干燥咖喱叶 强食倍以上的香味 说完他用鲸鱼和鲑鱼 等白身鱼肉烹饪了鱼块咖喱 两刀他使用的道具和香料 总来一模一样 但后面这道却更好吃 一二三介绍道 这一道是先用平铁锅 煎红椒和香菜 寄用了背筋的香料 而香味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接着一二三给他们 端上了最后一道菜 咖喱叶的香味 比刚才强烈了许多 入口后辣味的冲击感 也完全不一样 鲜明的味道持久不衰 一二三说道 食材与钢台完全相同 只是煮的时候 用水代替了汤汁 这是西建研究成果的运用 创真发觉 一二三做料理时 全头都没有看过 仅凭飘出的香味 就能完全掌握火候 绝对是个狠角色 一二三说道 西建创略的理论 需要用实际料理来升华 这就是我的执着所在 之后他告诉创真 这次秋季选拔 他与创真同为A组 他一定会战胜创真 战胜远于的顶点 创真感谢一二三对自己的款待 称选拔场上 自己会做出比他更美味的咖喱 技能品尝 你是说我会在咖喱上输给你 吃了我多的咖喱 难道你还不懂吗 我当然懂 谢谢你教了我这么多 一选赛剑 一二三觉得创真在说大话 面对咖喱 就等同于面对香料 香味 况且我还拥有超成的味觉 你赢我的几率 连万分之一都不到 那么这场咖喱之战 谁会笑到最后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是以哥 今天继续介绍搞笑美食动画 十几之灵之 卧龙行天 惠泽在尝过一二三的料理后 自信心再次受挫 创真告诉他 以前在老家餐馆 我总在一旁看老爸做菜 纵使不愿意 也不得不正视自己与老爸的巨大差距 而他还把研发心菜的重任交给我 真的让我焦头烂额 然而那时我才上小学六年级 惠泽下的大叫起来 要是我早就被压垮了 创真去说 可是若胆情与自身短处 就会永远得不到成长 所以对我而言 就算当下失败了也没关系 因为不管饭店的工作也好 料理的胜负也罢 既然不想半途而废 那就只有横下一条心勇往直前 听了创真的话 惠泽备受鼓舞 而后创真说道 这回的咖喱主题 香料毋庸置也是很重要 但我想绝不仅心于此 此时距离秋选还剩六周 学生们都在全力以赴准备比赛 阿迪准备回法国探亲 阿勇则决定留在学员再摸索一阵 紫发女孩美戴子 是横滨中华料理餐厅主厨的千金 一年前她被父亲安排到餐厅掌勺 厨师们因为她这女孩对她非常重视 因此她决定来到远远历练自己 首要目标是在秋选中取胜 然后登上远远时节第一席 眼看暑假一到 吉星流的学者陆续返回老家 只有创真和一色学长留在了吉星流 刚下火桌 惠泽就被渔场的前辈们叫住了 得知她入选秋选后 大家都很为她开心 一到家 惠子就钻进了自家餐馆的厨房 妈妈冲到她的刀法更加熟练了 惠子却说自己也总是失败 猛人想到了美戴子 决心这次秋选 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取胜 时间一天天过去 创真每天她的潜心研究 各种时她与不同相对的搭配 就连刷牙 泡打的碎片时间也不肯放过 日以继也不眠不休 用心高手一二三也没有掉以轻心 她研发了一种秘密武器 混合香料 并暗暗发誓一定要赢得比赛 以此来证明她与西剑是最强组合 9月1日 学生们返校后 直接前往比赛会场集合 气势辉煌的会场 令他们惊讶不已 创真主动与肉妹打着招呼 我们是同一组 一起加油吧 听吧 肉妹再一次害羞的跑远了 不知何时 一二三来到了创真身边 你手指上还真有微弱的香料味道 看来还真下了一番功夫呢 创真回应道 当然 因为想让你尝尝超美味的咖喱 阿弟也从法国回来了 但创真看到 站在他身旁的男孩却有些懵了 阿弟忙说 那是我弟弟阿勇啊 原来阿勇每年过了苦夏就会变瘦 到了秋节又会变成胖胖的体型 远哥我不禁想问 世上真有这样的气球人吗 说话间会场的灯光突然暗了下去 主持人登上舞台 龙正请上了远岳董帅左卫门 为大家致开场词 此会场名为月天之间 本源只是用于十节进行十几的场所 为表示对历节第一席获得者的敬意 我们再次悬挂了他们的肖像 创真抬眼望去 上面果真有两个熟悉的身影 唐岛引起四公 董帅继续道 在这里曾有无数场有名的决斗 诞生出无数道文明的料理 接下来将在这里举行第九十二届 秋季选拔正赛 衷心期待各位缔造出新历史 让我们再次再次会面 说吧 会场瞬间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随后主持人对秋季预决赛的规则 进行了说明 本次题目是咖喱料理 实现为三小时 预选者六十人中 晋级淘汰赛的共八人 技术又从AB两组之间各选四人 说完主持人要求 选手们尽快前往自己所在的比赛会场 因为十一点钟预写赛将正式开始 阿迪救助冲真 与他约定决赛时在这里相见 创真爽快的答应了 十一点钟 在总是的号令下 比赛正式开始 A会场中 嘉宾夏娅山神来之 夏娅是值日本咖喱经营界 牛沃尔的咖喱女王 瑞申花大价钱才将她请到 B会场那个美丽的女嘉宾 则是她的双楼太妹妹之会 之后一直希望一所 能到她的公司工作 一所推则自己只是个学生 知会却说 没关系 现在立刻退学 我也会养你一辈子 我都等不及了 这会儿听到旁边的嘉宾大叔 脸颊直发烫 此刻阿迪正在引牛腥肉 和鸡肉炖汤底 阿友则在锅底铺满了西红柿 幼稚将一把香料撒入平底锅 刹时间一股用鸭肉炒香料的 特别香味扑面而来 爱丽丝与其他人都不同 她身后放着一台 看似速冻鸡和离心鸡的东西 而独眼偷窥女珍重 更是完全不知道在干嘛 一直在黑漆的汤水里搅拌着 每袋子用刀大力灯 菠萝披成了两半 引得台下男生一阵尖叫 嘉宾问出 她是北条楼主厨的千金 斯坦的中华料理中 使用的香料和咖喱 有很多共同之处 十分期待她的家作 只会扬言 这几个孩子她都要了 除了惠子 因为她觉得惠子鸡不强眼 又没有可塑性 镜头转回A会场 此时肉脉中 那有花椒给肉去腥 盖炎不张小夕 在一旁不注意的打击 就像运动会上 给女儿加油的爸爸 肉脉感到有些尴尬 她看向周围 发现爱丽丝的小跟班阿亮 也将配菜准备妥当 而后将火红的长尖系在头上 系上长尖的阿亮 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眼神犀利 刀法利落 与一旁漫条丝里 切乌冬面的顽情截然不同 梁子从瓶子中 取出一些不知何物的 粘粘的东西 而在梁子看来 叶尔山才是种子选手 看样子 叶尔山准备制作鱼头咖喱 这是一道 发源于新加坡的咖喱料理 所配主食不是米饭 而是囊 西剑似乎冻析了什么 叶尔山去做出 虚虚的动作 让它保密 之后 叶尔山将香料撒向锅中 一口混合的 浓郁椰奶香味的清凉气息 在整个会场蔓延开来 这种清凉感 大大激发了人们的食欲 就在这时 嘉宾们 猛然嗅到一种 不一样的烟熏味道 会场的香味 再一次被刷新 只有创真盘腿坐在会场 一动不动 原来创真正流着口水打瞌睡 在重大比赛中睡觉 这创真唱的 究竟是哪一出啊 我是宇哥 今天继续介绍 搞笑美食动画 实体之灵之 未知的已知 肉妹等人发现 创真在赛场上呼呼大睡 僵硬地睁到了双眼 突然一股奇香从锅中飘出 创真某然睁眼掀开了锅杆 一时间 浓重的香料味四处飘散 一身嗅出 那是谜语蔬菜 香料一曲主所散发出的香气 而且底料中 还加入了苹果 香蕉和胡萝卜 但这味道里 似乎还加在了什么复杂的味道 创真憨憨的回忆 其实 我一直是到今天早上 专心区别他们的气味 所以才会睡着 你看看 我的料理才刚刚开始呢 此时 闭会场的观众 大多被手持半月刀的阿蒂兄弟俩吸引住了 阿蒂瞬间将面条切好 而且非常均匀 而他身后的阿勇 手上拖几个球 观众很好奇里面是什么原料 惠子这边 推了一个像帐篷一样的东东 当他掀开上面的扇步 全场震惊了 里面竟然悬挂着一只巨大的安康鱼 由于鱼身体表覆盖着粘稠的胸质 很难在砧板上下刀 必须悬控在不稳定状态下下刀 因此非常考验刀工 惠子诚心祈祷 希望创真能借给自己一些勇气 而后他戴上手套 潇洒自无地挥起了刀 九年前 惠子看到大厨 因年纪过大 无法钓切安康鱼而苦恼 懂事他找到了鱼老板 恳求他传授自己 钓切安康鱼的技法 起初鱼老板并不同意 在惠子一再保证 绝不哭笔造 绝不喊累的情况下才答应 而后惠子真的凭借 自己的业力学成了钓切技法 此时惠子闲熟地剥开鱼皮 割下鱼肉 一会儿功夫 就将整条安康鱼切好了 全场一片哗然 就连先前轻视他的美带嘴与智慧 都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塑管大婶默默为他叫好 好样的 不愧是我吉星聊的一员 三小时候 主持人开始宣布评分归得 我评审 每人有20分 借每位选手料理的满分为100分 但其中只有私人可以胜出参加决赛 下面开始对第一位选手进行审查 镜头中第一位评审是胖胖的喜叔 他是写作美食俱乐部的主办人 一个用金钱的摊桌上 罗列名色美食的男人 第二位评审是戴眼镜的安东 是位涉猎整个饮食文化的作家 他凭借一根笔杆 不知摧火了多少家餐厅 第三位嘉宾是智慧 他是好逼食品的CEO 这三位评审 嘴上对第一位选手的料理赞美有加 然而最后却只给他打了33分 选手当即抓了狂 刚才明明改了那么多好评 为什么才给我33分 喜叔收起笑容道 我们每天吃的都是 庄业老厨师做的料理 虽然你有两把刷的 但也只是学生的程度 给你50分再高不过了 的确这五位嘉宾 想尽了世界美食 对美味的感受早已水涨船高 而接下来 他们给选手的评分 更是越来越低 竟然还有6分的 最高也超不过40分 就在这时 会场飘过一股恶臭 嘉宾们不禁我做了口鼻 原来是毒眼珍种的 漆黑乐沙咖喱 这股恶臭直接触发了安保系统 安东用手掩住鼻子说道 乐沙是东南亚一种口感光滑的面 黑色的酱汁应是掺了墨鱼汁 珍种解释道 内恶臭是来自于臭咸肝鱼 臭咸肝鱼是一度的干货名产 用浸泡鱼肝数年至数十年的盐水 俗称臭咸肝鱼汁的发酵液 而珍种的料理在此基础上 还特别见了飞鱼和祈求 喜书气的大叫 零分 我们可是尝遍真凶美味的人 说话间 却偏见知慧拿起了快道 知慧说道 作为选拔考试的出资方 我必须要尽我的执着 说完皱着眉头 挑起面条放进了口中 所有人都目目转睛的盯着他 不料他去评价道 好好吃 但是好臭 明明这么臭 说着还继续把面条往嘴里塞 宇哥觉得 这可能跟咱们对待臭豆腐 和臭虾酱的态度一样 喜书也不禁尝了一口 发现鱼的美味 在口中不断蔓延 臭味也伴出了一次次咀嚼而生怀 而柠檬草香料 和椰汁酱酱料理也别有一番滋味 珍种擅长炖煮料理 在处理干货这种 有很强意味的料理上造诣颇深 他厨房里有许多小孩 看到过下颗的不祥物品 而无数次引起恶臭骚乱的他 也被人称为料理台魔女 再看五位嘉宾 此时已不受控制的 被他的恶臭料理所俘虏 竟然给他打出了84的高分 这还是今天第一个过50分的料理呢 珍种默默祈祷 有天要将这道料理 献给亲爱的李奈 记他之后出场的将是小飞 两年前 珍种为了与小飞竞争李奈秘书一职 与他进行了十几战 小飞提出 若你输了 李奈周围方圆50米 你不得接近 如今珍种再次表明态度 待在李奈大人身边 被大人辱骂是我的夙愿 自打上他十几失败后 我只能要望远将仰慕大人的尊严 或每天给大人寄30封信 若这次我赢了你 或许就能改变大人的心意 让我留在身边 小飞成家的料理 是一种咖喱汤料理 乍看没啥新意 嘉宾们各自试尝一口 安东第一个有了反应 一直形如枯木的他 一时间像功夫飘里那样 肌肉膨胀 安东说道 这里有当归 川穹 地皇 少要等四种植物 混合而成的汉方药料理 四五汤 喜书惊弹道 四五汤疼有让 宾死旅人立马回归精神的神药 难道他那时一直在熬香料 小飞是药膳料理的行家 以东洋医学为基础 使用坚固的生药 和中药进行以食养生的调理 而食与医学 医学性融合的料理就是药膳 小飞补充道 除了那四种生药以外 我还加入了姜黄 大茴香 小茴香等 配成了这道原创的药膳香料 我将香料煎制一小时 抽几些药效成分 加入蔬菜和牛肉 将食材煮至柔软 再加入绍香酒和香菜提香 这就是我的药膳 羊肉四五汤咖喱 喜书惊呼 真的 药膳能量在我体内不停奔腾 之后也大喊美味 喜书评价道 这道药膳 一入口身子就暖和起来 不仅如此 据说还能补气暖肾 趋体寒 而且香味和甜味完全融合 完成肚子高 根本不像一个雪山的作品 而刚才那道料理 不过是光凭冲击力而已 听到评论的震动 如遭累积 这一瞬小飞将自己的料理 递给了震动 尝一尝 你就明白我和你品味的差距了 震动尝后 突然感觉全身心都得到了进化 犹如脱胎换骨一般 小飞悠悠的说 新护家是自古开始传承的中药世家 我将学的的知识 全部运用到料理中使其升华 这一切都是为了理奈 古代中国的宫廷里 有专门的食衣 为皇帝调配药膳 我的皇帝就是理奈大人 而你的料理只考虑到自己没有侍奉她的资格 给我滚吧 主持人宣布 小飞的评分为92分 观众们一人欢呼 连连称赞小飞 不愧是理奈认同的厨师 接下来就是阿弟与阿勇两兄弟之间的对决了 兄弟俩谁更胜一筹呢 今天继续介绍搞笑美食动画 十几之灵之超越日常之物 此时美带子乘胜了她的料理 萝卜咖喱炒饭 获得了87高分 丽雅珍种战略第二位 评委们评价道 果实的甘甜和炒饭的咸味不断在口中扩散 与菠萝古老肉有着一曲同工之妙 最后一道工序 将炒饭放入掏空的菠萝之中 盖上果皮将其密封放入口箱 再与米接住的那一面果皮上撒盐 以免过多的糖分渗入米饭 使米饭既有清水的香味 又不流失水分 再看美带子铁腕无双的气势 如同火龙附体的功夫达人一般 不愧为中华街首屈一折老店的继承人 坚固不让须眉 而后世幽姬 她获得86份暂列第三位 喜叔开心的说 小妹妹 你的野饭咖喱 真是超乎想象的绝品美味 幽姬的料理是从油豆底料 全部用的是鸭子 通常这样的料理会有鸭骚味 而幽姬的料理却带有清凉的口感 同时洋溢着野鲜的味道 最后居然还让评委尝到了鸭牌的美味 知慧剖析道 鸭的臭味使用姜黄 肠子将其完美地中和了 幽姬笑嘻嘻地说 是的 我把果肉和皮液加到了面酱之中 这些和我特制的三味香辛料很相配吧 幽姬似乎很招喜叔喜欢 竟欣然邀请她来自己的美食俱乐部玩 同时她的天真烂漫 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宿管大婶不禁感叹 料理就是要在若无其事中设取人心 接下来万人瞩目的阿尔蒂尼兄弟对决 终于到来了 阿勇率先端上了她的义式披萨角 披萨角是把馅用披萨面皮 对折包裹于其中的料理 在意大利有烤或炸等做法 一般是用马苏里拉起司 而阿勇却将里面的馅料换成了咖喱 看起来很有趣 尝了一口 一股浓郁的番茄香 从咖喱之中飘逸而出 阿勇解释道 这是只用番茄汁水做成的咖喱 我在锅里放满番茄 将其加热 煮出的汁水出奇的多 配合她的酸味 再加入特制的混合香料 一锅浓厚的咖喱就完成了 披萨角的面皮 是加入自家生产的葡萄酱母烤出的 此刻阿勇也凭借自身 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评委们为她的料理 打出了87分的高分 与美带子并列第二 珍种也顺利成章被解除了正赛名单 接下来轮到哥哥阿蒂登场了 他的料理是意大利面 因为接连两道意识风格的料理 并不太头巧 喜书尝了一口 刚入口 便被这直打脑腿的浓郁口感震撼了 阿蒂在牛小腿和鸡肉熬制的高汤中 加入茴香和绿豆蔻增添香气 熬制出色的咖喱酱 然后将咖喱酱均匀覆盖于宽庙之上 里面似乎还隐含了老抽酱油 并带有起司的纯和口感 阿蒂向评委揭开了谜底 原来宽面外侧那层加了姜黄 中间那层加入了八马尘芝士 写出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老抽酱油和八马尘芝士的组合 才诞生了这样浓郁的口感 而你为煮面时不让起司融化流出 才使用了三层勾道 安东感叹阿蒂竟知道 在奶油奶酪自生酱油的手法 在名为嘎吱的料理之中 揭开了意识日式料理邂逅的新篇章 在老家餐馆 相比阿蒂 阿勇的料理一直不被人看好 但他不想成为哥哥的负担 同时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 阿蒂鼓励弟弟 半月刀和我们很像 当缺损了两者合二为一时 完整之物就会诞生 只有我们两个在一起 才是阿尔蒂尼 你成长了多少 我也将前进多少 总有一天我们的店 会成为意大利最棒的料理店 这次阿蒂再次输给了哥哥 但他心服口服 评委们给阿蒂打了90分 排在小飞之后暂列第二 而后未当主持人介绍完 爱丽丝就迫不及待 自己将料理端了上来 评委们惊呆了 严重怀疑 这是否是咖喱料理 翠绿色的弧形薄片 好像装饰一般 酱招也是奇特的绿色 而且没有一点汤汁 爱丽丝肯定的说 这盘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咖喱 听吧 评委们纷纷切起一块放入口中 传莫片刻 评委们努力措辞 想表达自己的感受 却发现根本表达不清 见此情绪 爱丽丝解释道 这是一道采用分子美食学概念 用各种各样温度感的差别制作的太阳 我在咖喱汁中加入香料 用海藻酸纳凝固起来 散在了料理周围 然后将冷得厚的鹅干粉 和姜黄合在一起做成慕丝 中间点缀的白色东西是六种芝士和土豆泥 因为我将其进行了一次急速冷冻 所以会入口计划 如果觉得口感过冰 可以试着品尝旁边的脆口薄饼 我在里面加入了香菜等香料 能让各位的舌头得到休息 主持人询问安东味道如何 安东懊恼的吼道 当然是美味 可我想不出能百分百表达这份料理美味的词语 语哥我真不敢想象 就连天才作家都无法形容的美味 得是有多奇特 知悔不吝刺美这道菜 可也称得上料理界的革新里程碑 最后评委们给这道菜打出了95分 爱丽丝却没拿到满分感到意外 此时爱丽丝排名第一 小飞第二 阿迪第三 美代泽与阿勇并列第四 因为只有四名选手可以进行决赛 所以评委们需要在美代泽与阿迪之间进行决赞投票 谁知此时惠泽切切的举起了手 我的咖喱还没有上 不知何时 惠泽老家的乡亲们也赶到了会场 为惠泽加油助威 鱼老板说 我们过来就是想跟惠泽大显身手 上吧 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 惠泽尖尖的点头 他的料理是安康鱼汤咖喱 一道以安康鱼为主料的火锅料理 是瓷城县和福岛县的渔夫们代代相传的特色料理 喜书尝了一口 当即明白了这道料理的用意 安康鱼汤的最大特点 就是将安康鱼的干在锅中慢炒至融化 再加入味噌和酒剁成汤底 而惠泽还在里面加入了香料 自成出了甘咖喱味噌 最惊艳的是 粘稠的干酱和香料居然如此协调 尤其在爱丽丝的料理后程上 更能让人感觉到味道 如同一道满腹人情味的料理 安康鱼汤问道 汤底是安康鱼身 鱼皮 鱼鳍为主 里面的蔬菜是小菊南瓜 利春的棒 红根萝卜 惠泽答道 是的 这些都是我家乡的食材 我想活用这些食材 做了很多尝试 因为我要强调咖喱 蔬菜的甜和色都很难搭配 但又安汤鱼干做汤 既能诱上香料 也能将蔬菜的风味展现出来 我想做出 饱含我家乡味道的料理 在家乡时 惠泽的手艺 就也远远超越了所有大人 妈妈想送她的远远学习料理 可惠泽只想帮妈妈打理旅馆生意 妈妈温柔的说 最后若你想留在家里帮忙 妈妈会很高兴 不过在那之前 妈妈更希望你去看看外面广阔的世界 克服重重困难 惠泽终于走到了今天 评委们给他打出了88的高分 排名第四 成功突破预选赛 惠泽激动的泪如雨下 A会场 奥军的评委下牙 连续给十几位选手打了0分 相比之下 A组评委 实在有些严苛过头了 我是以哥 今天继续介绍搞笑美食动画 十几只灵芝争其斗烟的个人竞赛 A会场的评委下牙 一连给十几位选手通通打了0分 这次轮到爱丽丝的小跟班阿亮上场了 她的料理是一刀日本龙虾 火焰一样的红色龙虾 与燕黄的藏红花饭称在一起 超级漂亮 虾脚和虾须也处理的相当完美 装袍也是细致优美 凹几的夏牙试尝一口 不禁呆住了 她竟吃出了森林味道 于是忍不住又吃了第二口 观众们惊讶不已 而后夏牙说道 打底用的是美式龙虾酱油 这始终用甲壳来动物外壳加工制成的 法国料理酱料 而深邃森林芳香是使用了甘义白兰蒂 南评委们补充道 白兰蒂在熟成过程中会吸收木桶的芳香 因此咖喱中才有山树和白糖的厚重芳香 您说的没错 阿亮解释道 为了深度的芳香 我用了最上层的拿破仑级甘义 就在下牙擦嘴准备打分时 阿亮掏出红长金袋子的头上 他煞时间先换了一个人 断过一盘装有甘义的低管 说道 日本龙虾的虾头里还有虾黄 把这个滴到壳里几滴 再吸虾黄 之后再吃一次酱汁和赞红花饭 好吃的和刚才没法比 评委们纷纷逗作 果真海鲜味与深水的森林芳香融合在了一起 最终评委给出了93分的高分 全场一片哗然 水出第二位25分 不知多少条街 观众本以为A会场是一人山一个人的舞台 不六却突然冒出了阿亮这匹黑马 紧接着肉妹带着他的东坡肉咖喱盖饭 闪亮登场了 大大的肉块焕发着诱人的光彩 瘦肉和脂肪相互交集了三层 成为三层肉的部位 稍微动一下碗 肉就轻轻的摇曳 然而这么软却没有煮散 可见对火候把握相当娴熟 评委们还未品尝 舌头就已在唇唇欲动了 在肉妹的成腰下 下牙尝了一口 刚咬下去 肉汁就像瀑布般轻歇下来 带皮五花特有的臭味靠香料彻底中和 传到舌头上的是脂肪的香甜和咖喱的浓厚 简直太好吃了 肉妹接受到 先焯水 再把表层烤鲜的五花肉用酱油 蚝油 黄酒炖煮 肉味用的香料有八角 生姜和花椒 平北有些纳闷 肉块虽大 却根本吃不腻 终于发现秘密其实在米饭中 米饭中加了少量食盐和带香味的藤椒油 藤椒油微麻而又清爽的香味 缓和了脂肪的油腻 因此进入了 马上又想回味脂肪甘甜的循环 主持人提醒评委 不要吃太多 可评委却根本停不下嘴 真是让人欲罢不能 评委们给肉妹打出了86分 在阿亮之后暂列第二 创真称赞肉梅厉害 肉梅害羞的说 是你教我的 盖饭尽在一晚 再看盖岩的小夕 已经激动的热泪盈眶 为肉梅叫好 主持人也被感染擦起了眼泪 接下来的选手是梁子 他的料理看起来很普通 类似于印度鹰嘴豆咖喱一类的料理 品尝后 评委才发现是纳豆 梁子解释道 这是炭火烤制的纳豆 即炭火熟成纳豆 将炭火放在地下室 室内保持最适宜的湿度和温度 附着纳豆菌的大豆 用数十小时发酵 是我利用暑假时间研究而成的 夏娅却觉得绝对不仅如此 问道 这种仿佛在舌尖上击打着 正丁骨甲的味道是什么 我还添加了酱油大驱称底 在米驱中加入酱油 将其放置常温下 发酵树周而制成的调味料 肉梅恍然大悟 原来之前梁子做菜时 那瓶黑色粘质的东西 净是酱油大驱 梁子充分发挥了发酵的奥义 使年年的和风咖喱 和纳豆本身的粘度相交融 铺满料理的小葱也十分美味 因此他的最后得分为86分 与肉梅并列第二 这次轮到丸井上场了 他的料理是白色浓汤咖喱乌冬 仍用色彩奔流来形成阿亮的料理 那么丸井这道料理 就是寂静流淌的清泉 夏娅本身并不看好丸井 觉得他是个软角虾 可尝了乌冬面后 评委们却一致沉默了 两酒后评价道 半熟的荷包蛋 加上裹了大量奶油的土豆泥 和铺满一大堂的热腾腾芝士 除此之外 浓汤采用了维西奶油浓汤风格 乍看底汤很厚 吃起来却让人停不下快道 这都归功于清华的乌冬面 和香菜粉的搭配 让人感觉到柑橘细的温和 同时又有些许辣味 云里面的茴香相辅相成 让人感到无以伦比的满足感 丸井补充道 我还使用了石炉 用石炉的种子和灰香种子一起翻炒 才使底汤富有这种香味 听了丸井的支持者们大声喊道 真不愧是丸井 在远远专框古典美食研究小组中 丸井虽为高一学生 却已是小组的王牌了 他甚至自己没有出色的料理能力 体力也不比常人 所以才更努力学习知识 丸井的最后得分是88 一下乐居为第二 主持人刚爆出选手阿军的名字 一股浓度的烟熏气息便扑面而来 他的料理是特质烟熏咖喱 起初评委们担心 过多使用熏制食物 会抹杀香料的香味 可品尝过后才知是多虑了 阿军在收尾的香料中 使用了肉桂 茴香 小豆蔻及小丁香 且在烟熏薄票中还加入了苹果 所以香料的香味并没有被抹杀 反而更一步引出香味 阿军介绍道 我在熏制粗香料之前的胭脂工序中 加入了液态熏制剂 从餐具中也能突出咖喱的味道 再看装饰菜也是无可挑剔 而且种种素材并没有分散 而是完美的协调在一起 这是由于混合香料中 加入的盐也是熏制的原因 阿军解释道 我用的是枣盐 将富含盐饭的海藻进行烧烤之后 在溶于水中 过滤蒸发后留下的旧式枣盐 用熏制盐来调和整盘咖喱 完美捕捉熏制食品的所有味道 阿军小小年纪就能如此自在的操动烟熏技术 简直就是烟熏贵公子 因此评委们也毫不练习的给他打了88分 与顽讲并列第二 此时前五名选手中 有两名名次是并列的 如果到最后还是这个顺序 评委将对他们五人进行决赛投票 这时主持人喊道 下一位选手叶山 叶山小时就创真道 我连你的那包也多了哟 好巧我也是 创真回应道 八年前 西剑一次去采购香料时 遇见了只有七岁的贫民窟小孩叶山 如今叶山也长成了一名玉树林夫的少年 评委以为 他准备的是一道 使用整个鱼头的豪华料理 不料盛上来的 却是一道小小的料理 评委们将他瞅目结说 一二身说道 请各位用勺子将能划破进行品尝 说完将手中的勺子抛给了创真 创真用勺子轻轻划破能 香气瞬即像炸弹一般迎面袭来 说一哥 今天继续介绍搞笑美食动画 十几之灵第一季的最后一集 战士们的盛宴 六岁时 创真就立志做一名 比老爸还有初中的料理人 自那以后 他与老爸先后进行了四百九十场料理对决 此时创真用勺子划开脑 刹那间猛烈香气扯得袭来 这就是一二身的咖喱炸弹 火辣辣的刺激感明明像针扎一般 却又是那么丰润 评委惊呆了 在囊做的盖子下 竟是能将鱼锅美味融入其中的极品咖喱 光是这香味就让人感到无比幸福 一勺下去 囊被酱汁包裹着 好吃难以言表 评委尝出 香料中有小茴香 柠檬草 肉桂 似乎还有一种将它们调和到一起的东西 下芽兴奋的教导 是圣罗勒 而且还是在新鲜的情况下使用的 圣罗勒在南亚地区被视为神圣香料 指纹一笑就会觉得 香气的感觉游走于全身 在传统印度医学体系中 被誉为神秘的灵药 但在日本几乎没有新鲜的优质 圣罗勒流通 一二身说道 我们西建研究会一整年多的培育 不过栽培方法可是商业机密有 下芽听过惊骇不已 创真场后 感叹这确实是能让人成瘾的强烈香味 不过催人食不行的秘诀 其实是酸奶 回答正确 叶尔山说道 若一个步骤出错 圣罗勒的强烈就会使其他香料复制一具 而酸奶可以使它的味道变得温和 下芽没想到的日本 居然有人可以熟练运用圣罗勒 于是想挖叶尔山去自己的公司 粘心认得开 叶尔山却快步走上前 斩钉姐姐说 我是为了西建而战斗的 只是如此罢了 这道料理没拒绝一下 刺激感就直观脑水 可以说已达到了现代嘎吒的最顶峰 这时B会场的选拔已经结束 惠泽等人匆匆赶到了A会场 阿迪更是比谁都迫切想知道创真的情况 此时评委给叶山进行了打分 他的最终成绩为94分 一下跃居为第一位 令阿亮吓活到第二位 86分的肉妹与两者不幸被挤出了正赛资格 接下来轮到创真登场了 他将五分料理端给评委 将一份留给叶山品尝 叶尔山不明白他哪来的自信 明明一个月前连基本香料咖喱也都不知道 在叶尔山的质疑中 创真揭开了锅盖 里面竟然是一盘蛋包饭 一时间全场开始躁动 大家不敢想象 创真竟拿会饭参加秋季选拔 创真却完全不受影响 自信的喊道 请各位品尝第二道香气爆蛋 说话间 他划破了一二三那份蛋包饭 被封在其中的香气 瞬间爆炸般扩散开来 接一二三之后 先凭精致咖喱调调味蛋包饭的香气爆蛋 再一次朝观众袭来 被蛋包裹住的米饭 闪耀着幽人的光泽 就像临上顶级酱汁的盖椒饭一般 一点不亚于一二三料理的期待感 品尾们纷纷将会饭放入口中 浓烈的咖喱味瞬间洗满了全身 鸡架与牛筋所熬制的浓肉汤 用黄油炒过的牛角肉 和洋葱的美味也山头于米饭之中 会饭的汤汁和坚固的鸡蛋缓然一体 而关键还在这汤汁 用蚝油做底料 再用蜂蜜调味 使得在有醇和酸味的同时保有浓厚感 使酱汁和绘饭出现了两种风味 如果说一二三的咖喱是从窝到有的香气爆发 创争的料理就是香气的相互引爆 里面和外面的香气断续的混合在一起 又或者食客的味蕾 一二三觉得其中的设计不仅如此 芳香和淡淡的色味是自然和豆蔻 还有侧解舌头的丁香 终于他尝出和香料紧紧贴合的一体口感是 芒果酸辣酱 象牙不敢单凭酸辣酱 就能做出如此浓郁的料理 阿迪就认为完全可以 只要把香料和水果蔬菜混合磨成泥 熬煮之后做成调味料 创真拿出自制芒果酸辣酱 趁自己刚刚在煮饭时 把它一起加了进去 丸子说道 这就是香料的应用技术 在咖喱中加酸辣酱是日本独创的做法 依索感叹 创真竟然将自己陷入不合格危机的煎鸡蛋卷 和父亲对决时完败的会份相结合 来决一胜负 可真是不浪费任何一次败败的经验呀 苏管大手却说 这叫偏执好吗 他根本没打算无视失败 别看他摆出一副风云不惊的表情 其实比谁都好强 听吧 李内突然想到创真曾说过 就算我失败了 也能从中获得经验 现在想来 这话并非是在说大话 评委对这周六里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打分时全场一场安静 最后五位评委给出的成绩分别为18 19 18 19 19 最后评分为93分 与阿亮并列第二 全场哗然 两则与柔梅注意到 在五位评委的评分中 创真比一二三高的有三个 进入弱赛市场十几比赛 创真会取胜 这是评委之中产生的分歧 两位打出18分的评委觉得 一二身的料理更胜一筹 而以胡子书为首的三位评委就认为 料理并不是单笔香料好 预套料理的满足感才是关键 况且创真的料理 让人有吃了还想再吃的感觉 说着 评委间竟然吵了起来 傍晚 创真等人在吉星辽庆祝秋季选拔 华圆满结束 惠子想起比赛结束时 每再次走来答应 正赛时会为他加油打气 幽姬虽无缘决赛 却为惠子入围感到开心 宿管大婶最了解幽姬 鼓励道 你的料理很棒 已经很努力了 幽姬听吧 像孩子般哭了起来 依瑟告诉大家 正式决赛在两周后 这是除里奈外 本届远月一年级生最强会战 西剑教授因为太开心 喝得明顶大醉不省人事 叶珊发誓 决赛也要赢给西剑看 惠子发现创真闷闷不落 称赞他很厉害 与香料专家叶珊势均力敌 创真遗憾的说 但还是差了一分 真的很想战胜他 还想让我评委都打满分给我 叶珊用我没听说的香料 做了一道不得了的料理 我还想看更多未知的世界 各种各样的食材 烹饪方法 然后把这些注入到一袍料理当中 我还想要变得更强 突然一锁扯起围绢 大喊道 漫漫长夜才刚开始 说吧 大家开始在露台上 推逼幻展 阿迪扬言 一定要打败创真 创真也邪恶的拿出 黑暗料理由于虚 塞进了惠子口中 十几之流 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动画 里边有各种令人垂心三尺 看后甚至想钻进屏幕 这品尝的料理 也有诙谐 催泪 励志的剧情 与每位角色成者的过程 只是里边爆衣的画面 实在是没法放出来 因此 我不得不将这些 并不必要的画面跳过了 纵使如此 国内一家平台 仍根本不看内容 一律封杀 这套视频 一部也没给我过审 无所谓了 反正我现在国内平台 已经几乎凉凉了 全指着油管一家平台 苦苦支撑 至于会不会继续做第二季 还要看这部剧 在油管的播放量如何 若效果还可以的话 我还会继续为你们更新的 就算不继续做 我也会给大家带来 其他好看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